俗话说得好 大腰子小羊枪 不如来穿七里香 小伙伴们 这个东西吃过没 没错 今天炭烤鸡皮 干嘛 这个鸡翘烧里头 它有两坨黄颜色的 那东西是最烧的 我们今天就把它取了 用这个温热水 给鸡皮洗个澡 第一是把糕多一点油脂洗 接着看 钢头里臭蛋 我们弄完没的 弄点葱姜料就是洋葱 再撒点盐 给它腌一下 搓匀过后 腌制一个小时 腌制好过后 用芊芊把这鸡皮小的穿起 鸡皮小串好之后 直接放火锅开烤 撒烤店老板说 这个竹子芊芊稳当得很 我看还是这个铁甲甲稳当 西成熟的时候 我们要煎一下 给它烤起更巴适 马上熟了 再给它刷点油 马上可以开吃 撒点芝蕾粉 撒点辣椒面 蒸点葱味 可以开干了 吃一块 撒一块 外交里面里还有脆骨 这味道是真的不错 摄影师说他们老家 这些鸡皮骨必须给长辈吃 我不晓得里面有没有这种习俗 关于这道菜我做一个技术中心 里面那个臭蛋必须取完 取不完你估计这辈子也不想吃鸡皮骨 不过这个烤起真理俗 哇 来吧 来吧